這個案子是為了巴西的老師的需求所做的案子 那麼他希望在巴西教那邊的孩子學中文 但是呢 他希望用Squitch來做這個學中文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呢是利用任水果 那當然東西可以換 就是我們會利用這個任水果的過程 讓小朋友在學這些水果的中文的名稱怎麼說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問答題的遊戲 那所以小朋友在回答的時候 巴西人應該不會輸入中文 所以應該是輸入英文 然後我們就要檢查它輸入的對不對 然後順便把那個中文的名稱把它講出來 那程式很簡單 我們先加那個我們要加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在Extension裡面的文字轉語音 那這個是為了讓它輸入的東西可以轉成 可以把它在電腦裡面把它唸出來 那另外加了這一個是翻譯的部分 就是它輸入英文的部分 可以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 那麼所以回來這邊程式的部分 首先我們要在這個角色的造型這邊準備所有你要使用要教學的內容 比如說水果或者一堆水果 或是看你要教什麼就把你的角色的造型就把圖片都貼進來 那這邊要注意一下就是貼進來之後所有的造型的名稱 我們會用12345下去編號 那這樣的用意是因為我們要做隨機挑一個水果出來 所以會利用造型的編號來做隨機的選擇 那所以如果你要修改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這邊直接加 直接加然後你可以選圖案 不管你是從裡面選的還是從外面 還是從外面 那你就記得把這個編號改一下 改一下就好了 好 那 改好之後這個是所有的造型設定 所有要學習的內容 那我們的程式很簡單 稍微說明一下 呃程式的部分呢 就是一開始先設定成中文 那 呃 然後我們就重複做這一件事情 從那個清單 我們會先建立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呢當然就是所有的 剛剛我們放的那個幾樣水果的名稱 就又把英文打進去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加 那 呃有了這幾個英文之後呢 我們就 它是一個清單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 加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是用來做清單裡面的 那個第幾個 的一個隨機的變亂數 所以如果你剛剛那邊 有四個 那我這邊就要改四 所以它從一到四裡面隨機 挑一個數字 那 挑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把造型切換成 第幾個 的那個水果 好 然後因為 第幾個水果 它除了外觀會顯示之外 然後我們 這時候就開始用詢問 在偵測裡面有詢問 那詢問這是什麼 然後 同時呢 好 你也可以順便用 用 請Google小姐把它唸出來 然後 比如說這樣 我再加一個 這是什麼 好 那麼 所以呢 我要先唸 先讓它唸出來 再出現詢問 因為在詢問的過程中 它會等待你的答案 所以你先唸出來 然後順便顯示一下 問一下小朋友說 這是什麼水果 然後呢 它詢問完之後 它會等待你輸入答案 那你輸入的答案 會進來到這邊 那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答案 跟剛剛你剛剛亂數選的 那個第幾個的順序 的英文做比對 所以小朋友打進去的英文 如果跟他一樣 那我們就會說 就會把這個字顯示出來 就是你答對了 好吧 然後呢 這是什麼東西 那所以我們就從清單裡面 去把這一項把它挑出來 然後把那個 因為裡面清單裡面是英文 所以就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它顯示的就會是中文 然後同時呢 同時我們就用Google的這個 破綻的功能 把它這整串字把它唸出來 那同樣的道理 那如果它答錯 答錯 我們就要把正確的答案給唸出來 答錯就把正確的答案唸出來 那因為呢 使用到Google的網路服務 那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有一個等待時間 等待時間 因為網路的傳輸會稍微慢一點 然後你要等Google的回應 再把資料丟回來 所以需要一點等待時間 那這個大概是程式的部分 那我們來執行一次 所以 一開始我們就action 這是什麼 電腦就會問你這是什麼 然後這時候你要把它打進去 那我們預設是打英文 orange 你答對了 好棒 這是橙子 那因為這個是對岸 它的那個翻譯那邊用的是對岸的 這個 翻譯 所以它會橘子就講橙子 那假使我答錯 Apple 你答錯了 這是橙子 它還是會告訴你正確答案 然後它每一次重來的時候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好 欸 它沒有變更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寫錯 好 亂數取1到3 沒有錯 這是什麼 剛剛很巧 都是 都是選橘子 都是選橘子 好 這個就是 香蕉嘛 好 如果答對 BANANA 你答對了 好棒 這是香蕉 它就會跟你說 你答對 這是香蕉 然後3秒鐘之後出 這是什麼 答錯 你答錯 你答錯了 這是香蕉 香蕉 這是什麼 有切換 OK 這是橙子 就ORANGE 橘子 你答對了 好棒 這是橙子 好 3秒鐘 這是什麼 這是Apple 你答對了 好棒 這是蘋果 好 所以利用這樣的一個系統 這是什麼 好 利用這樣的一個很簡單的系統 我們就可以讓 巴西的小朋友學 學說中文 然後呢 但是因為它中文不會輸入 所以它用 輸入英文的方式去對答案 那當然你還可以加入一些 計分系統 或者是其他的 學習內容 那所以就是記得一件事 如果你要學習的內容不一樣 我們就在角色這邊 造型這邊把它都換掉 那換掉之後呢 記得這個 這個造型的名稱 用1234去命名 那程式這邊唯一要修改的就是 你有五個 那這邊亂數就是一到五 你有十個要學 那就是一到十 就改這裡而已 那這是修改的方式